啊 这可不敢想 这个 睡我 睡我瞎得美 电影院魏老段这个人 人 人形 春要骚断腿了 骚断腿了 骚断腰吧 春要骚断腰 白红红演戏总让人感觉到侵略 侵略感十足 走快来侵犯我 你好变态啊你 老往这上面去想 腰一下子能不能少想点 段玉红坐副驾驶的位置 并没借安全带警察执法犯法 扣五分呗 段玉红说 X的时候真是性感到 想对他做任何事 我咋理解你呢 你被骗了 这太容易被骗了 真是的 这种话也敢轻而易地说出来 段玉红加制服 等于一百万颗春要精准射到心头 呜 枪死我 段玉红抓包 邓超那瞬间的眼神就是 好白菜被 出空了 你经常试验军人警察的角色 如果不做演员 你最想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我从小想当飞行员 又是穿制服的啊 制服诱惑 银名上 你往往都以硬汉形象示人 那现实生活中你是如何评价自己 现实生活中有硬有软 呃 观众们认为烈日酌心力 你和邓超除了心心相惜外 还有暧昧不清的元素 你觉得呢 太暧昧了 就是那种不确定的暧昧 这就是魅力 呃 你会考虑接演一个同性恋的角色吗 这有什么考虑的呢 这个同性恋为什么就不能去演呢 我觉得人物好性格好 别说同性恋了 变性人我都想去演一样 我的初衷不是绝对不是 我问我导演 导演说他的初衷也不是 我问我自己绝对没有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情到了 感情到了 就很容易让别人造成这种 男男之间的感情 我更喜欢从人和人的这种关系去考虑 拘泥男与女性别上的这种情感 我觉得太有局限性了 太有局限性 正如我们现在生活当中 以前跟哥们出去勾奸搭背的 现在不敢了 真不敢了 就是你会被一种声音给绑架 一种态度给绑架 我觉得变的就是变味了 其实是很真挚的兄弟情 哎 我操 就是跟男人比如说 你他妈别吃了 吃了他妈那胃待会有疼了 别人觉得怎么回事 你跟一个男的还这么关心 怎么就我就不能关心了 这不人和人的关系仅仅只是那样的关系吗 我很包容 其实我很 那么我在想 如果老段有一天导演叫我去演一个男男的感情 我未必全是的好 因为我定了一个方向 我就往这走的时候 也许你劲还大了呢 也许那全是出来 如果今天这场戏这部电影 我们说我们定论的是男男的感情 高了 一定是太棒了 这水